為何要練癡手呢? 舉例 其實最好的拳 不用多說話 最理想就是這樣 但是看到嗎? 有過度一直這樣 當我想這樣打 不代表我是做得到的 一定會有些障礙出現 當障礙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下怎樣去處理 癡手在這些時候不會發揮作用 因為其實最理想 就是等於你差點槍 一槍打完就可以了 沒有東西阻礙你就要理想 但是這件事是理想 但不是現實 當有東西阻礙我的 其實我有選擇的 最傳統的那些人會有 拿手 打過去 當有東西 一出手有障礙 立即打過去 亦都可以有另一個做法 一出手有東西阻礙我的 一下就打過去 到我打完他 他有反應 他在沉沾下來 再打過去 其實在過程中 你會訓練一些觸感的反應 當對方變焦 你憑皮膚 脊椎的感覺 反應 你即時變焦是不用看的 所以你看到我正在看著你打他 就是這個原因 再來 打他 其實這件事是很自由的 沒有一定要怎樣做的 但是最近這件事 在我們皇系來說 不單止要做一個以功為首的動作 還有盡量是保持一個向前的形態 因為只要你向前不單止是一個風擊 兼且是你令到對方整個重心會失去 一旦力從地起 就算你幾好的拳 你離了地都是沒有意思的 這件事是MMA的同一個道理 躺在地上 那你原本學的已經發揮不了 還有我們盡量 在打拳的時候 是望眼不望手的 我們的追形不追手 你都可以留意整個形態 整個形態 即是一個身體 一個身體 rather than一個身體 你看到的每一個動作 到你反應的時候 已經是歷史 他可能已經收了 也可能已經打中了 第二下 你未看到已經打得過來 所以我們不會說 他打拳過來 我先分析了 分析得來 我準備反應 他已經中了 然後第二拳 我未看到已經不快 所以我們不會做這麽笨的事 所以簡單來說 只要有任何的移動動動 即時就已經有反應 不會等的 盡量兩個手做 還有我們不單止是留意去的手 你都要留意自己的方向的手 即舉例 打完 打不到的 不要緊 手不要就這樣收回來 就這樣收回來 沒有意思的 打完一手 看到嗎 這一手 已經令到他離開了 就不會說 打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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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到泳春 打完就走 打完就走 你要想清楚這項目 這個意義已經不行了 我不是說這些不是好的拳 但是是否真是一個好的泳春 來反思 因為外面其他拳是會這樣的 我不是說別人的拳不好 只不過泳春來說 是講求去和回 都是做拳 我們不會浪費了些東西